昨天AG常文会二队在参加斗鱼荣耀杯时,就被官方弹幕嘲讽,随即立刻引来了大批AG粉的不满。 当时小哲哥看了,也觉得斗鱼官方不该这么做,直到今天这件事似乎已经反转。 事情的起因是,昨天的荣耀杯,AG对战西安WE战队,第一局双方打到中期,王者要比赛服出现了卡顿的现象,结果官方也没能解决,随即决定开启了第二局。 而就在这时,弹幕纷纷出现了质疑,与此同时,斗鱼官方的弹幕轮盘开启,当观众们看到最下方的弹幕时,AG的粉丝们直接炸锅,此弹幕显示伊诺发烧一千,看到这别说AG粉了,只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,都在指责。 到底什么意思呢?其实伊诺发烧的意思是,曾经有一场比赛,AG伊诺有病发烧,还坚持打比赛,结果输了,大家分为伊诺解释,之后就被黑粉叫出了梗,只要伊诺输了,就是发烧了,可即便这样,官方也不该这么做,这个节奏带的就非常离谱,作为主办方格局就显得小了许多,此时一出,AG老板非解不干了,粉丝们也开始纷纷声讨主办方,但今天主办方斗鱼发文回应了此时,看完后觉得主办方道歉真实诚恳,而发嘲讽弹幕也并非他们本意,更不是故意为止 而是该弹幕式系统抓取生成的,并非人为操作,同时他们也在第一时间下架了,结果看来误会确实有点大,最近伊诺和菲姐也都回复了斗鱼官方,表示非常理解,并希望现在能够做出优化,就此这件事画上了句号,不得不说,这次让AG的小黑粉们看了个大小话,最后对于斗鱼官方的回应,你怎么看呢?